啊 我想此时此刻 应该请我们两队的 二马现场进行比赛 提前预热一下 大家觉得怎么样 很準苦 不批 for 就选名号的 第二首逐物大歌曲 大家说好不好 贝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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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意 两 Beh起來的伙伴 已经够好准备了 那未来的练习生 你觉得怎么样呢 敢接受挑战吗 贝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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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元敌好了吗 斗 斗 斗 完了抵 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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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让咱们 Roux Virtrose 是为了竞打 李总这招 还真是厉害啊 待会儿 一定让他们看看 our实力 对啊郑楞 你在街头舞团呆的比较久 这场竞打你怎么看 对方第一个 一定会出一个最炸的 我猜应该是赵正南 以我的经验来看的话 我第一个上 因为我对阮兴的人比较了解 阮兴的尤嘉和我一样是B子 我能和他对上 如果他上 我们让尤嘉来 交给我吧 第二个回合的话就凌晨吧 阮兴有泡盆 叫逸晨 逸晨 可以吗 你们俩可以切磋一下 交给我 但是团体战争 除了一对一 应该会有个练习 让我跟信号来吧 你们行吗 没问题 二为二战争 我跟志远以前练的舞蹈 也有用处了 放心吧 没问题 那我们讨论一下歌曲吧 我对明昊的这首歌 比较熟悉 整体里曲风都是偏说唱 所以刚开始正南线上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到了最后的部分 有一个高音 星昊 你听过这首歌吗 我听过 你试一下 好 我不想 我不想 不想青春就是这样 我不想 我不想 星昊 你要是觉得今天状态不好的话 那就让我来唱 今天绝对不能输 我没问题的 但是你刚刚那个音唱得非常不稳 相信我 我真的没问题的 我觉得台上和台下的状态肯定不一样 凌晨确实更稳 他那种唱法 牺牲一定的表现力 让星昊来吧 别紧张 但是 这次战争的表演 是会在电视上播放的 万一我们要是输了的话 有什么好话的 我觉得我们不比他们差 没错 不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希望能赢的 只要星昊最后那一盘能唱好 一定能碾压对面 那就这么定了 加油 加油 来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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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两队的伙伴已经做好了准备 现在看一下哪一队先行表演 好 我们的未来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好 太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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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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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了 y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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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 辛苦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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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你轻易了 第一次拜托 好 这样 也不错 别放在心上了 怎么了 一个个垂头丧气的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你们跟我们比 根本不可能会赢的 怎么 怎么了 怎么都不说话了 玉民号前辈 他好不容易 给你们争取到的机会 结果都被你们搞砸了 真是有点丢人啊 以后我也有机会赢回来 这不是你们跟我们的问题 是未来跟阮兴实力上的差距 谁让黄梦少说两句 是 郭阳 我妹没什么事 就先走了 以后远 你先走了 你不想打电话 你已经打电话 你也不想打电话 那我看着你 这是我 你这些人 我看着你 你也不想打电话 你也能打电话 你也不想打电话 不怪你们 别低着头了 一点舞台失误而已 和你们没关系 是因为染心 我在台下 一直看着你们的表演 你们的宋割舞台 非常地棒 真的 比之前进步太多了 不要水头丧气了 好吗 比赛而已嘛 尽力就好 郑老师 郑老师 秦老师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 别这么说明昊 这事也不能怪你 能让他们 有这样锻炼的机会 我跟韩老师 都觉得挺好的 你刚刚表现很棒 谢谢 好了 我也要走了 记住 千万不要否定自己 加油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怎么啦 刚刚前辈还跟你们说完 别垂头丧气 一个个还丧着个脸 坦白说呢 你们第一次上这样 比赛的舞台 而且是临时的加赛 能够表现成这样 姜老师还是觉得 很欣慰的 不过与此同时 你们正好也可以了解到 对手的实力 所以 接下来的训练 是不是得 我们已经有好训练的 走吧 那还等什么呢 相信你们 加油 那我们也先回去吧 那我们先回去吧 喂 天天 哥 今天的节目 我看了 大家都看了吗 这个节目很受欢迎 同学们都看了 爸妈也看了 哥 你不要太自责 反正我永远支持你 我挂了 能不能不看了 一遍的不嫌反是吗 能不能别看了 知己知彼 在比赛里才有赢的机会 知己知彼 今天的惨犯就是 你明知故犯的结果 你明明知道 陆星号练唱的时候 就已经破音了 你为什么不换他 难道在你眼里 只有他一个人能唱歌吗 林场换人 我怕影响他的心态 你明明知道 韩老师要来这次机会 有多不容易 你也知道这个节目的 关注度有多高 现在弄成这样 这么好的机会 就白白浪费了 你别唱了 这次是我唱播音了 这次是我错了 我把这次演出搞砸了 现在道歉有什么用 舞台只有一次 它已经结束了 如果我赢不了 最后的比赛 我耗着父母的心血 来陪你们玩是吗 你说够了没有 今天大家都不好受 你想撒气 能不能换个时间 什么叫我撒气 如果换作是我唱 根本就不会输 至少星号会唱出 不一样的感觉 换你唱 平平淡淡就过去了 什么意思够了 你们干吗呢 我们大早上的时候 都还自信满满的 为什么一回来 大家需要互相指责 我们之间的感情 有那么脆弱吗 我觉得这样才丢脸吧 外面实力出众的那么多 我们才练习了多久 就想着自己能够所向披靡 战无不胜 出道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没有全生的将军 只有不服输的士兵 输了就输了 下次赢过来 现在就没有能赢的方式 你们看不出来吗 冉星就是在故意针对我们 要不然怎么会突然提起战 还表演得那么好 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现在我们这个样子 面对染型 就像砧板上的鱼 根本就没有任何 能翻身的机会 难道你们一点 都看不明白吗 能处理干吗去 吐口气 姑娘 你别太在意了 不可能 我们等不了三个月 马上就要比赛了 他听那叫言诚 得 Miller 好 是吗 必须正常说的 其实是因为 没有了 说我都是在说 你要什么 都要不应该 要想你 也多说他 你家是经常说 我必须 就是你家 你家是那帅哥 他怎么可能 你开玩的 家人 你要是二生 但是你家里 你家是一个 选手 不可以 你要做什么 可以 好 舅位 染星首席经济的位置 有没有兴趣啊 你怎么会有兴趣啊 韩老师 对不起 是我们表现不够好 浪费了您给的机会 加赛的时间只有三分钟时间 能完成舞台算是不错了 可是 我还是破赢了 在正式比赛之前 让你们输一回也好 也是一个很好成长的机会 好了 你们一个个的 这韩老师对你们还是很温柔啊 我可没有打算这么对你们 星号破一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紧张 人家对手都还没怎么样呢 你自己心态先败下阵来 这种情绪以后在舞台上 会被无限放大 本来有八十分的表演 到最后只有五十分 所以这一点不仅是星号 你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学会克服 王总 王总 就在这儿 他们就一直在这排练啊 这次真的是麻烦您了 还让您带老人跑来一趟 他们人呢 走 张老师 王总 王总好 王总好 怎么听说你们遇到点平静 怎么回事 他们吧 现在还是过于温顺 甚至有点胆怯 其实您来之前 我已经给他们上过几节课了 还是觉得不够 所以想请王总过来帮帮忙 你不要抵押了 这样吧 冲我来 有什么怨气 有什么想说的话 有任何愤怒 有任何不满 都冲我来 不要有任何顾虑 林晨 来啊 王总 其实我一直都想 不要有任何顾虑 好吗 我都听不清你说声 大点声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 你的管理方式 真的很有问题 我们每天跳舞 要跳那么久 你看你搁我们的鞋 你看看 还有 我们都是一帮 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 我们天行都比较自由 你不能老是用骂的方式 来管理我们 你越骂 我们就越急逆反心理 知不知道 说完了吗 说完了 下一个 你就是一个分不清清红造白的人 在每次没有搞清楚 事情真相之前 你就乱下结论 幸好耳朵受伤那一次 他那么想上舞台 你却让我们去当幕后 从我第一天到未来 你就针对我 瞧不起我们街头舞团 你每次只能看到最后的结果 只能关心我们 能不能为公司带来收益 我们出点什么事的时候 你只会骂我们 你知道我们练习生 为了站在舞台上 要付出多大的辛苦吗 在宿舍中热水壶煮泡面怎么了 懂音乐吗 懂节奏吗 我们是来当练习生的 不是来当幕后的 你怎么不去当幕后 天天训练那么累 觉都不够睡 你以为你是老板 你了不起啊 我们也是人 不是你们拿来赚钱的机器 我 我恨你 对不起 王总 回去吧 别生气 王总 那可没准 怎么样 都说完了吧 记住你们现在的感受 把它带到舞台上 带到你们的对手面前 希望这能帮到你们 还有 你们的反馈 我都收到了 你们给我等着敲 谢谢王总 谢谢王总 我送送你 这位老师 黎晨 这么巧 你怎么在这儿 我正好约个朋友 在附近谈事 你在这儿干吗呢 我们大家都在这儿练舞呢 我带你进去看看吧 不了不了 我不打扰你们排练了 在这种环境下排舞 条件肯定比不上 专业的工作室 到时候比赛 很可能会吃亏的 但是目前我们也没有 其他的办法 要是不来这儿练 根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真是为难你们了 对了 我听说你们给玉明浩 办舞的事了 其实整体发挥的都不错 就是比赛的一个环节 有一点点小失误 其实 是我们没有准备好 也不怪你们 毕竟阮兴是一家顶级的公司 硬件资源都非常的强 这是硬实力的差距 其实我第一次跟你聊这么多 我了解你的情况 有些地方我们还挺像的 所以我说了这么多 是把你当亲弟弟看待的 你条件这么好 这么优秀 如果不出道 我真觉得挺可惜的 马上要比赛了 你们好好排练 就算赢不了比赛 至少还能登台表演 没准观众就会比赛你 让你来个逆风翻盘 但愿如此吧 好了 我还有事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都可以告诉我 谢谢卓越老师 加油啊 好 其实你和玉明昊还挺像的 你们俩都属于 舞台上特别有感染力的人 而且你很优秀 又很努力 如果资源再好一点的话 孤独出道都是有可能的 羽明昊是染性力棒的 我们这样的三无队伍 没有公司支持 比赛里各种杂事 都会被搞得焦头烂合 空有未来的头衔 出道的未来 我跟你说你别唱了 各位 各位 快过来看一下 好 阮兴已经官宣参赛阵容了 阮兴不愧是爷爷街大佬 还没开始比赛 这宣传力度就像出道了一样 我看一下 还有个神秘人 没有江志远 这 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取消志远的 三赛资格 还要跟他解约 是谁 没办法 他那腿啊 要休养好几个月呢 再说了 以后那腿也承受不住重压 排练不行 更别说是参赛了 可他已经练习了这么久了 您现在把他赶出去 对 李总 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们可以改换编舞队型 让他少动一点 站在台上就好 怎么站 站君子啊 怎么练怎么跳 你应该比我专业 你觉得他现在这种情况合适吗 如果他拖累了团队 是不是你来负责 我已经决定了 出去 可我们一直是五个人一起练习的 现在少一个人 不会少一个人 可是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好帅啊 李总好帅啊 他们广告大这么多 还这么大 难怪上热搜楼 你看 顾扬 你说韩老师也给我们做了宣传 一直也没看清 也许需要时间去安排吧 但你说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别人慢一步就会失去先机 到时候人家自带粉丝参赛 我们怎么比 在资源上 韩老师已经禁定了 他一个人肯定没法 跟染性这么大一家公司比 再说了 比赛过程中 靠的是实力 只要我们好好发挥 应该没问题 走 我们上车 凌晨 上车 走 走 看那个 看那个 大家好 我们是未来练习生 好热 我是欧阳 我是林晨 我是林晨 我是赵正南 希望在少年新生诞比赛中 获得你们的确实 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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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比不上她们染性 她总比没有 看 未来 上 对 对 对 好 好 凌晨 晚上七点 密姑咖啡馆 出来见个面吧 放心 我们的见面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好 你好 林晨 我是李成 你好 来 坐 给你准备好了 谢谢 所以 卓越老师现在跟您合作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想不想跟我合作 这是我们准备的 整套包装方案 你看一下 这套方案 已经成功地 捧出了育名号 你各方面的条件 跟她很相似 但以我的经验 你假以时日 一定会超过她 所以公司这边 对你很有信心 我知道 未来也给你们做过 这样的方案 但我听说 你们公司的新东家 已经直接 把你们练习生的业务 给砍掉了 也就是说 你们现在 只是挂着未来的名号 完全没有任何资源的支撑 你再想想 韩真一直想打造 创造型的男团 难道这么轻而易举的 就会被市场所认同吗 以韩真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很难支撑 你们在比赛中走得更远 难道你就甘心失败吗 或者 你能承受失败 所带来的后果 而我们染星 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有无数 这样像玉民号 这么成功的案例 我们没这个必要 去让自己的练习生冒这个险 你更不需要 你怎么办 那再去那儿 这一段活动 我今天要办 我 我还是要知道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怎么办 我都能办 说不宜了 我还能办 要办办法 怎么办 这个地方 判断的 不必得当 我从哪里 给我电话 再见 爸 你怎么在这儿 我刚买完东西 准备回去呢 你怎么才吃饭 你就吃这个 赶快跑完一圈 随便对付点儿得了 怎么又贴膏药了 没事儿 今天有点疼 没事儿 那你忙完赶紧回去休息 你现在不能跟年轻的时候比 要多注意休息 安吃吃饭 多休息就小挣钱 你把身体照顾好了 就是在挣钱 我这不是给你条后路吗 我这不是给你条后路吗 你还不相信我啊 爸 我一定可以的 好 上车 我带你一段 师傅 师傅 走不走啊 走走走 那个 跟您商量一下 这是我儿子 就到前面不远的地方下车 能烧他一段吗 怎么回事啊 我打个车还有拼车的 这不 这不跟您商量一下吗 有什么好商量的 那你载你儿子吧 我不走了 你怎么说话呢 这不在跟你商量吗 什么怎么说话啊 是我打车 您别跟小孩一般见识 来 晨晨 不好意思啊 算了我自己回去吧 走不走啊 赶时间呢 好 走走走 上车 上车 不好意思啊 什么素质 晨晨 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慢点 你也慢点 爸 嗯 不错啊 各位 那我们刚刚就按照比赛的流程 走了一次了 现在你们每个人心里 应该都有一个底了 嗯 我们以后每次的训练 都要按照正式比赛来练 嗯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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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老师 这都快比赛了 我们还没有团名呢 韩老师什么时候跟我们取团名啊 嗯 等我下次见到韩老师 我问问他好了 看你们最近训练那么辛苦 这样吧 等你们比赛结束之后 我请你们来我家 然后我煲汤给你们喝 补补身子怎么样 真的吗 真的 我们可以去江老师家 江老师要煲汤给我们喝 想象不出来 江老师 咱们别以后了 我现在肚脐就饿得咕咕叫了 饿了 黎晨 你不是点外卖了吗 我看看 配送成功 我打上问啊 来吧 好了 拉伸一下 喂喂 喂你好 我的外卖都点了两个小时 都要放松啊 没送到 然后你还给我点了配送成功 快点给我送啊 要不然我投诉你 对 拉伸一下 姑娘姑娘 两个我们相帮助拉伸一下 好 江老师 我去取完卖 她到了 好 来来来 别敲了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这房子没什么 没有被淋湿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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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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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 你为什么送这个 赶紧回去吧 别淋着了 让你同学看见 那就更不好了 多丢面子 回去吧 爸 爸 对不起 你可别淋着了 快回去吧 我来马上送下一段 要不人家要投诉我了 回去吧 快回去 快回去啊 林辰 你听话 你快给我回去 走吧 林辰 你回来了 你怎么立成这样 林辰 给 谢谢 没事儿 刚刚缩外卖的东西掉了 我把 我帮她送了回去 他们都吃完了 但是我们给你留了菜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你过去忙吧 那 那你等一下吃完 接着来跟我们排练物好 去吧 这没事儿 不用管我 去吧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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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别去送外卖 你看这下好了吧 我和老张倒班开车 那闲着也是闲着 再说了 送外卖可不少挣钱 那 那你明知道晨晨在那儿 那你还接那儿的单呀 我只知道她住在那儿 但是我不知道她还有 另外训练的一个地方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好好 亲口 嗯 周永老师 上次去咖啡厅的事 对不住了 没关系 你这次找我又是什么事 我是真心为你着想 也是真的心疼你 什么叫心疼我 之前我带过你们一段时间 你们各自的家庭状况 我都有所了解 他们走这条路 不会成为家庭的负担 他们也有试错成本的条件 但你不一样 你有吗 九尤老师您是未来的人 您打电话给我说这些合适吗 凌晨 我和你交个心 我和你一样 家里也没有那么宽裕 都是靠自己一步一步拼出来的 你应该明白被人轻视是什么感受吧 那我们一起选择一个更好的平台 不好吗 可是韩老师 还有顾阳他们难道就 凌晨 你知道吗 有结果的付出叫付出 没有结果的付出 叫代价 我们每一个人 都抱着感恩的心 去对待人和事 这没有错 你要明白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意义 自己强大 才能有能力替别人担心 那为什么不竭尽全力 去走一条更稳妥的路呢 你 明晨 你在听吗 凌晨 你在这儿啊 陈轩说你刚淋雨了 你没事吧 没 没什么事 你 你的K棒哪来的 你说这个 陈轩跟星浩在二手市场逃的 很便宜 但我刚试了一下 有两三个剑 已经不太灵敏了 谷阳 我想问你 如果你出不了道 输不回自己的钢琴怎么办 那就走别的路 总不能期望人生永远都是晴天 而且我觉得 是我的东西 兜兜转转 总归是我的 是吗 哪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 你说这个干吗 没什么 我先走了 不准了 指寻 我先走了 你看到这儿 你这有哎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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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